Hello,大家好,我是新宇,我又来了 我呢,现在在收拾行李 那即将去上海参加西瓜普类的游轮盛典的活动 那在之前的呢,短视频打榜中呢 呃,我没有入围 后来呢,然后,呃,推出了一个复活赛 我呀,成功的晋级了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激动啊 那,这个复活赛呢,就是我之前拍的一个福特领界这款车的一条视频 很多的小伙伴呢,以为我在打广告 其实不是的,是我在参加这个西瓜普类的复活赛 现在也成功的晋级了 因为呢,时间比较赶 所以呢,我也没有买新衣服 随随便便拿了几件衣服 哦,够穿就可以了 因为呀,我最近一直在忙着就是第三次旅行的计划 呃,弄得我这段时间呢,焦头烂额的 东西呢,已经收拾好了 我现在给它封上 明天早上直接拽着皮箱就走了 好沉哦 那一直关注我的小伙伴呢,都知道 呃,我在家一直在续养身体 呃,我也是一直在吃这个中药 因为之前是用的汤药嘛 汤药挺的时间就是太短 所以呢,我把这个汤药做成颗粒了 嗯,我也不知道这个汤药这个颗粒啊 可不可以带飞机上或者是船上 因为这个中药啊,要持续的和 中间不可以间断 因为我们上船的时间大概也要四五天的时间 嗯,以前呢,我都是开着车出去的 我也很少坐飞机和轮船 所以啊,在这方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懂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呃,上船之后啊 因为网络不是特别的好 呃,有可能也不会和大家就是及时的去直播互动了 嗯,我会在船上呢 给大家拍一些船上的视频 呃,如果有网络的话 在船上的话就会给大家就是上船 呃,如果没有网络的话 我会等26号之后下船以后 再给大家发这个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呢,也能多多理解一下汐药哈 在这里呢,信誉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信誉的支持与鼓励,才能有机会啊 让我去参加西瓜视频的活动 在这里呢,信誉,谢谢你们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